最近新加坡发生了一系列让人震惊的入室盗窃案 短短几周内,五级芝麻和铁道走廊附近发生了近十起破门行窃案 遭盗走的财务总值高达385万新币 据警方调查这些盗窃案件同一个外国犯罪集团有关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了三名涉嫌犯案的中国籍男子 并成功追回约136万新币的财务 然而另有14名涉案的同伙已逃离新加坡 目前警方正与中国当局合作追踪这些人的下落 这些嫌疑人通过攀爬住宅外墙或围栏非法进入豪宅 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 并将盗窃的财物藏匿在附近的草丛中 由同伙前往取走 多数被锁定的豪宅大多位于公园通道或丛林地带 便与嫌疑人隐蔽行踪 经过深入调查警方于6月22日在温沙自然公园附近 逮捕了38岁的龙某和43岁的罗某 他们被指控在当天晚间实施入室盗窃 窃取了价值63万3000新币的财物 另一个嫌疑人27岁的吴某则因涉嫌藏匿脏物 在牙龙的一家酒店被捕 警方在他身上查获了价值超过52万7千新币的奢侈品 面对这波盗窃潮 警方已经在受影响的豪宅区加紧巡逻 并在主要路口和住宅入口处设置流动闭路摄路系统和无人机进行监控 警方呼吁居民采取措施并保持警惕 安装防盗报警器和闭路电视以确保居家安全